嗨,大家好,我是小梅子 今天来教大家如何使用Google Classroom这个软体 那本源观呢,除了现场课程之外 还提供不同主题的线上课程给大家 那方便一些无法到现场上课的学员们 那在线上课程的上课前跟结束后呢 同行老师会建立一个专属教室 透过这个专属教室呢 会在里面公布所有的讯息 上课内容以及课堂作业 那现在就一步一步来教大家 如何使用这个软体咯 首先,如果您是使用安卓系统 我们先到手机内的Play商店 搜寻Classroom 找到Classroom之后点选下载 那如果您是使用iOS系统Apple手机 请先找到手机内的App Store 然后搜寻Classroom 找到Google Classroom之后点选下载 在完成下载之后 点开Classroom软体 并选择自己的Google帐号 那我们在右上角 会有一个加号 选择加入课程 并输入老师提供的课程代码 那课程代码呢 通常都会在群组的LINE上面 当天老师都会提供课程代码 那这个范例呢 的成功法则的课程代码 我们就把它输入进去 输入完成之后 我们就按加入 就可以成功加入课程教室咯 那我们可以点选成功法则 这个教室 点选进去 点选进来之后 下方会看到三个分页 第一个是讯息串 第二个是课堂作业 第三个是成员 那在讯息串里面呢 会有老师在上面公告讯息 比如说你的课堂作业问题 或者是上课内容影片 还有当天上课的时间 都会公布在上面 接下来呢 是课堂作业 点选进来之后 我们会看到本次的课堂作业 我们会看到四个问题 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答案写下来 那答案要写在哪边呢 我们可以点选这个符号 就会看到新增私人留言 我们可以把答案写在这边 给完答案 按右边的发送 别忘了还有最后一个步骤哦 我们将荧幕滑到上面 我们会看到一个标示为完成的按钮 记得点选按钮才算是角角成功哦 这个范例他已经绞交完了 所以这边会出现重新绞交 那我们的作业就完成咯 是不是很简单呢 那今天的课程就交到这里咯 那请大家继续追踪本源光 很多不同主题的线上课程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